出埃及记 第25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民 叫他们给我送礼物来 所有心里乐意奉献的人 你们就可以收下他们给我的礼物 以下是你们要从他们收取的礼物 金 银 铜 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 细麻 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 造甲木 灯油 高油的香料和焚香用的香料 绿柱玉宝石和相看在乙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 它们要为我建造圣索 使我可以在它们中间居住 按照我指示你建造会幕和一切器具的样式 你们要照样建造 它们要用造甲木做一个柜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高66公分 你要用纯金包柜 内外都要包上 柜上的四围要做金边 你要铸造四个金环 安放在柜的四角上 两个环在这边 两个环在那边 你要用造甲木做几根柜杠 并要用金包裹起来 你要把柜杠穿在柜旁的环中 以便用杠抬柜 柜杠要长留在柜的环中 不可抽出环外 你要把我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柜里 你要用纯金做施恩座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你要用黄金 垂成两个基路膊 放在施恩座的两端 这端做个基路膊 那端做个基路膊 二基路膊要与施恩座连在一起制造 在施恩座的两端 二基路膊要在上面展开双翼 遮掩施恩座 基路膊的脸要彼此相对 他们的脸要朝着施恩座 你要把施恩座安放在柜顶 又要把我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 也要从施恩座上面 从二基路膊之间 告诉你一切 我命令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事 你要用造夹木做一张桌子 长88公分 宽44公分 高66公分 你要用纯金包桌子 桌子的四围要做金边 你要给桌子的四围 做75公里宽的框边 框边上的四围要做金边 你要做四个金环 把金环安放在桌子的四角上 就是在桌子的四角上 环子要靠近框边 用来穿桌杠 以便抬桌子 你要用造夹木做几根桌杠 又要用金包裹起来 桌子要用桌杠来抬 你要做桌子上的盘子 碟子 酒杯和电酒用的瓶 这些你要用纯金制造 你又要在桌子上 在我面前 常常摆放陈设柄 你要用纯金 做一个灯台 那灯台 你要用锤锤成 灯台的坐 干 杯 球 花 都要与灯台连在一起 灯台的两边伸出六个枝子 一边有三个灯台枝子 另一边也有三个灯台枝子 在第一个枝子上 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 有花 在另外一个枝子 也有三个枝 形状像杏花 有球 有花 从灯台伸出的六个枝子 都是这样 灯台上有四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 有花 每两个枝子的下面 有球和灯台相连 从灯台伸出来的六个枝子 都是这样 球和枝子 都要与灯台连在一起 都是从一块纯金垂成的 你要做灯台上的七个灯盏 这些灯盏 要放在灯台之上 使灯光照亮对面的地方 灯台上的灯茧和灯花盆 也是要纯金做的 要用35公斤纯金做灯台和一切器具 你要留心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 就要预解 满多双 你的灯水 能状像机 人知道 给你评论 满善